哈囉,你好,我是耀君 今天這影片要跟你分享的是 我們要如何設定Google我的商家送你的那個簡易小網站 首先我們可以先來到Google我的商家的後台 然後點擊左邊的網站選項這邊 點進去 好 這邊就是Google我的商家為我建立的一個簡單的小網站 嘿 還記得我那時候有跟Google講說 可以依照我提供給他的資訊幫我建立一個簡單的網站嗎 這一個就是他依照我給他的資訊做出來的一個簡易網站 那因為裡面的東西可能比較不符合我們的需求 我們需要再做一些細節的調整 首先我們可以先來調整這個網址的部分 嘿,因為這是Google免費送你的網站 所以他的網域是建置在Google我的商家下面的 可是中間這一串的部分呢 你可以打上你自家店家的英文名稱啊 或者是品牌名稱之類的 可以給顧客有更好的辨識度 好,藥軍餐廳 變更 OK,這樣就可以了 我看一下這個網站標示 它就是提示你要如何去設定這個網站 好,我們先關掉 那再來呢 我們就可以依照這四個功能選項來設定我們的Google我商家的網站 好,我們先看一下它的主題 按下去啊 它就分三格 你就可以看右邊這邊 你的網站到最後是怎麼樣的呈現方式 好 你可以選擇說你想要變更成什麼樣主題的網站 我覺得還是原來的比較好 好,我回到原來的這個 那我就不變更了 再來去設定它的文字內容 這個選項我覺得是這網站最重要的部分 也就是呼籲行動 當顧客看完你的網站之後呢 你會希望他做什麼事情 是跟你聯繫呢 還是職業跟你下單呢 還是跟你問報價呢 還是怎麼樣 這樣 或者是直接查詢路線到你店家 對,你都可以去在這邊設定 那以我來講 以我來講 我最常幫顧客設定的是 那種直接到我們的店家 以及點擊之後可以到我的Lite去詢問 這樣 那這邊的呼籲行動 就看你店家主要希望說 顧客看完這個網站之後呢 你希望他做什麼事情 都可以去設定 好 我就選擇查詢路線 那下面這邊呢 就是我們的文字的部分呢 像標題啊 說明啊 摘要標題啊 摘要內文啊等等 那這些文字呢 也可以放上關鍵字 就是讓Google的搜尋 更容易搜尋得到我們的Google的商家 好 我先隨便打一下 好 看一下他是怎麼樣的呈現 好 那再來呢 這邊就是可以放上我們的店家的相片 好 相片的部分呢 我在上個影片有說過了 有需要了解的朋友可以再去看一下 那我們看一下設定 他這邊就有一些基本設定 可是最重要的還是上面的網址部分 看來也沒什麼好設定的 最下面就是語言的部分 除非你要做其他國家的語言的市場 好 當我們都設定完畢了之後呢 我們可以點擊這個按鈕 查看網站 看看我們的網站在前台是長什麼樣 好 這就是我們的網站在前台的模樣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是一個簡單的形象型網站 好 我們來看看另外一個服務型的 Google我的商家 他的網站會長什麼樣 基本都大同小異啊 對 這邊他的設定也都差不多 好 前台也都差不多 當然 如果你的Google我的商家經營的 越充實越豐富 像你的那個相片上傳的比較多 或者是你貼文分享的比較多 那你的網站也自然而然會更加的豐富 有需要設定好Google我商家的網站的朋友 就趕緊去設定一下吧 OK 今天影片分享就到這邊 期待今天影片能夠幫助到你 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我在商業模式 網路行銷 人工智慧的修煉筆記的話 歡迎你掃描畫面當中QQCode 到我網站去看更多唷 好 我是河河君 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